欢迎收听周末年金书 我是金普通 周末年金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是时报出版社在今年出版的新书 书名叫做我的姑姑三毛 三毛是在我们那个时代 也就是这个四年级五年级时代 非常红的这个文学作家 那今天受访的来宾也就是作者陈天池 那陈天池是三毛的亲子女 好我们在谈这本书之前来谈一谈 有关马斯克 也就是特斯拉老板的事 在台湾我们有一句话说 民不与官斗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做生意的人没有必要和公家机关斗法 因为到最后吃亏的往往是自己 而不是那些铁打的衙门 但是这个形式作风一向叛逆 而且出人意表 行为层出不穷的 就是特斯拉电动车的总裁马斯克 他却摆明了他不吃这一套 那九月中旬呢 马斯克主导的这个美国太空公司 这个SpaceX完成了这个所谓平民太空团 火箭环绕地球轨道三天的成功任务 美国许多人包括NASA太空中心的这些官员呢 以及他的竞争对手都向他这个壮举道贺 但是其中却缺少了美国总统 Joe Biden的道贺 那马斯克在被网民问到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马斯克他就回答说 那是因为拜登还在睡 这怎么讲呢 因为川普在跟拜登大选的时候 他就以这个瞌睡老桥啊 来嘲笑拜登 说他是瞌睡虫 那美国华盛顿邮报就指出 特斯拉和美国政府的灭气啊 从这些端倪看起来 就可能说是已经结束了 那冰冻三死非一日之寒啊 其实马斯克对于拜登的不满啊 已经不是因为单一这一件事情 因为拜登的政府啊 针对马斯克的不友善行为啊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今年八月初的时候 白宫举行的这个电动车高峰会 宣布到2030的时候 电动车及许多这个新能源汽车 将会上市要占新车的总量的50% 也就是一半 那这场高峰会啊 邀请了美国的三大汽车巨头 包括福特汽车啦 通用汽车G1啦 还有Chrysler就是克莱斯勒 但是就是刻意啊 读漏了这个 现在电动车的龙头老大 也就是Tesla 那同一个月内呢 美国这个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啊 也宣布说将会对Tesla的自动驾驶系统 要展开有关交通事故的调查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啊 就让Tesla的股价 也一时重挫 到了九月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也提出一些草案 说要以每年每个人啊 可以领四千五百元啊 这个是购买电动 要新的新的电动车啊 的民众可以得到这些补贴 但是呢 前提是必须是由这个工会工人制造 也就是说这个制造公司必须要设有工会 而且在美国生产的电动车 那Tesla是唯一啊 没有设置工会的这个汽车制造商 那而且他很多车子啊 电动车都是在墨西克生产的 许多Tesla的这些粉丝啊 就纷纷替这个马斯克抱不平 因为这个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啊 两年前还爆发了贪污的丑闻 而且工会总部啊 每年捐款几百万的这个政治现金给民主党 这中间是不是有猫腻啊 这个他们都很怀疑 那对于美国国家公路安全局 调查Tesla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性 马斯克也是非常不以为然 他强调说Tesla的完全自动驾驶安全性呢 比一般人自己开车要高十倍 但美国交通安全部门呢 对于Tesla在做行销的时候 没有能够去强调他自己的这个自驾系统 只是一个辅助系统 却过于强调说这个全自动驾驶系统啊 是一个这个完美的系统的话 那这样的做法他们感到不满 那美国国家运输这个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啊 霍迪曼的女士 他也批评说 Tesla不应该将安全问题啊 彻底离心之前啊 就过分的强调啊 Tesla的是一个完全自动驾驶的汽车 电动汽车 呃他认为这是据误导驾驶人的 且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他说马斯克让很多人呢 这个误用或者是滥用这么一个驾驶系统 他说更不应该的是将这个系统啊 拓展到市区的交通道路上 他认为政府啊 监管机关应该采取行动 不要等出事之后才掉眼泪 嗯 马斯克对于这个拜登的强硬态度 即使是他的投资金主啊 也认为他是不是打错牌了 因为他觉得最后受伤人的还是他 因为 拜登啊 为电动车和绿色利润啊 编列了数百亿的这个美元的补助措施 而这些都是马斯克的强项 那你跟他闹翻了有没有好处呢 看来这个民不以观斗这句话 还是有他的道理 但是马斯克还是不改其作风啊 这是让人羡慕啊 因为在我看来 他就是一个自由的有钱人 不是每个有钱人都自由的 但他却是一个自由的有钱人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跟大家谈 今天要谈这本书 我的姑姑三毛 欢迎回到中文念经书 我是金木冲 中文念经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书名叫做我的姑姑三毛 作者是陈天池小姐 这是时报出版社 在今年四月出版的一本新书 今天我们请到陈天池本人 来跟大家分享他 对于他小姑的一些 这个相处经验 跟对他的一些描述 陈小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陈天池 是 您这本书 书名就说明了 就是说 你是他的算是子女 对子女 好 这个 我 你们好像是姐妹双胞胎吧 对 我还有一个姐姐 姐姐是双胞胎一起 双胞胎 跟这个三毛 三毛在台湾的文学史上 也算一个传奇人物 那你们跟他在小时候 一些相处经验 那大家在我们这个年级 像四年级 甚至三年级的 还有五年级的 大概是对三毛 比较熟悉了 差不多是 那你要不要谈一谈 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 你的小姑 也就是你的姑姑 三毛 到底是怎么一个人 姑姑在我们家人的心中 跟外人心中 其实是有一点差距的 是 外人看他可能是一个传奇 一个很遥不可及的人物 但在家里面 我们就觉得 对小孩子来讲 他就像我们的玩伴一样 他是一个不像大人的大人 会跟我们玩在一起 然后一起做很多的活动 跟我们讲故事 讲鬼故事 把我们吓得睡不着 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大人 在家里面 所以他在他那个时代 因为那时候 不管是这个 所谓没有网络的时代也好 或是出国旅行 是比较不容易的时代 所以三毛的书 给当时的年轻人 带来很多一些 这个追随自己梦 自由自在的这种感觉 所以大家 对他都有一些 这个投射 一些向往 觉得他是一个能够 很自在掌握自己 然后可以到世界各地 去过自己想过的 这种生活 不论是他的穿着 或是他的这个生活的 中间的这些点滴 跟在台湾的这些年轻人 比起来 对他们来讲 都是一些非常新奇的事情 所以你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 除了从你书中前半段一直在谈 您跟您小姑这种 儿时相处的这些点点滴滴之外 您想写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动机是什么 很多人说三毛活出了他们想要的样子 但我们在家人的角度 三毛家人的角度 因为坊间也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写 关于三毛的著作 我们就是希望以家人的角度 让大家看到更真实可爱的一个三毛吧 就是他平常的样子 还有他内心世界 也希望多一点年轻人能够重新认识三毛 对我看到他作为一个姑姑或一个小姑 他这个很好的就是 在传统的这种东方教育家庭里面 都希望小孩这个遵守常规 一切都按部就张 但他常鼓励你们去提自己的想法 好像他有一点在书中变成 你们两个小孩的一个靠山 本来这个你爸爸对你们有一些要求 或者一些希望的时候 你们可以用小姑做靠山 然后打破爸爸的这个规则 做要求 你爸爸为什么是他弟弟 三毛好像是老二 上面一个姐姐 下面有两个弟弟 你爸爸是大弟 大弟弟 他们姐弟之间 个性看起来是差异蛮多的 你在书中也提到 就是说姑姑是这个文学创作 爸爸是崇尚 然后但是 爸爸的个性其实是蛮讨喜的 在你的笔下 要不要谈一谈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跟家人 甚至是你的祖父母 也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之间 家人的互动是什么样的 因为姑姑三毛从小就是一个比较特异独行的孩子 那家里面总共有四个儿女 就是爷爷奶奶有四个儿女 其实在我看来我父亲跟三毛之间的个性还是有雷同的地方 就是父亲在结婚前也是比较叛逆的孩子 那跟姑姑之间也会有一些争执的 因为他们个性都是比较叛逆的 但是他们其实内心是很爱彼此的 然后等到我父亲结婚 有了我们之后 他才变成一个就是比较像爸爸的样子 比较稳定下来 他后来就是经商了嘛 对后来经商了 对 他跟姑姑之间最大的不同吧 我想是因为 父亲比较不爱看书吧 比较不爱阅读 那三毛很喜欢阅读 常常三毛就会跟我父亲说 你要多看一点书啊 但父亲大概除了杂志之外 就很少看任何的书 但是姑姑的书他也都很少看 直到我出了这本书 父亲才把他冲头看到我 每个字都看完 但是我看到三毛的过去的作品中 你在书中有提到 一篇是讲他 对 这个他 送你一匹马这本书里面 我喜欢想搜寻出来看全文 但是好像没有找到 对 现在的送你一匹马当中 没有收录这本 没有这一段 但是你在书中表那一段 我觉得这个弟弟 真的是非常nice 是非常nice 这种家人之间的亲情 他的表现 书中 你要不要讲一讲他这一段 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这种 可以 送你一匹马中间 没有截录这一篇文章 对 我父亲就是三毛的大弟 他是一个口硬心软的人 个性也比较急躁 但是他常常做很多的善事 就是他不在意被别人骗 我们旁边人会觉得他都是被骗 但他情愿被骗 也要去做这个善事 这点跟其实跟三毛挺像的 三毛也是比较善良的人 他们姐弟之间 其实年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年长了 渐渐比较互相了解 所以三毛常常说以前欠大地的就要还在我们两个小孩身上 他刚 姑姑刚回到台湾的时候 也就是何夕走的时候 他心情比较不好 那我父亲就是想要他心情好一点 就用他的方式送了他一台车就把钥匙交给他 但是三毛是一个物欲比较低的人 他觉得那时候他心情很难过 你送他什么东西他都不会开心起来 他也没有太在意那一台车 那父亲当然是有点失望的 不过后来 那样自好在巷子里摆了很久 对摆了很久后来就是低价给他卖掉 没有办法 不过那爷爷不错 我听说那爷爷把那价差补给他儿子 就补给你爸爸 对他做的中间人 对他做的中间人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家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也挺幽默的 对对对 我其实一旦还谈到你父亲 就是说他有一次坐计程车 在大连一 过年期间 对 碰到这个司机谈到他这个生活的艰难 没错 然后谈到女儿 对 你父亲那时候从加拿大回来 对刚从加拿回来 回来过年 然后就叫他在银行停下来 他进去提款 对下了大雨 他就跑去提款机提了款 那既然说司机也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大雨天跑过去 然后后来回来 就是把现金交给司机 司机也是很感动 也是不敢收 但是也是挺感动的 对 所以谈你报这一段 其实可以看出就是三毛的个性之中 就像你讲的 也许家人之间 从小的家庭教育 对他很大的影响 虽然他是一个黑羊 对 但是 其实蛮幸运的有这样的父亲 因为不是每一个父亲都会 让儿女有这样一个发展自我的机会 对 有些那个年代 在那个年代 现在的父母还是有很多都是 没有那么像你书中描写那么开明的 这个父亲的做法 对 那要不要谈一谈这个另外一个弟弟了 书中很少提到 嗯嗯 那个跟三毛的互动比较少吗 对 就是我的叔叔 就是呃就是上一辈里面比较呃年幼的一位我的叔叔 他是从事呃法律方面的工作 个性比较严谨一点 嗯 做事非常的仔细 然后现在很多三毛方面的版权也是这位叔叔在负责 嗯 这个做事很仔细的人 心地也很善良的人 所以他等于是继承一波 对 因为你的祖父是律师嘛 对 对 好 那要不要谈一谈这个书里面更 很重要 占了一部分的角色的就是除了三毛自己外 就是何希 嗯嗯 好 那你你印象中何希 因为你后来去了很多地方都是三毛跟何希 曾经居住的地方哈 嗯 包括这个他们离开沙拉沙漠之后到两个小岛上去 好 去居住西班牙外的 是的 嗯 然后呃 你也跟他的家人有好像有一段互动 我看书中描写哈 对 这家人也是蛮热情的哈 整个家族从各地聚起来一起跟你聚餐 嗯 你要不要谈谈你跟何希家人这个相处 而他们口中的何希跟你跟你姑姑相处中 他提到的何希跟或你印象中的何希是什么样的人 嗯 我在2019年的时候啊 也是三月份就是姑姑生日前几天到了西班牙 见了何希家人 那也是40年后我们两家人的见面 嗯 所以意义也是非常的重大 当时何希家就是啊 何希总共有啊 他的父母亲有八个小孩 何希排名排行第七 所以他们就全部集中在马德里 我们在马德里见了他们 这是何希家人 就是当时那个房子就是啊 何希见到姑姑的第一次见到姑姑的那那栋小公寓 嗯 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啊 他们招待我吃饭啊 我们也聊了很多 也看了何希的当时长大的那个房间 我问了他们家人 他们说何希跟三毛常常在里面聊天 然后笑得很大声 他们就在聊电影啊 聊音乐 就跟一般的年轻人一样 所以何希是比三毛小了 小了八岁 八岁吧 对 那从他们认识到后来 在一起中间隔了六年是不是 对六年之约 六年之约 对 那何希走的时候 正好你的父母也都在西班牙 是不是 应该说 不是你的祖父母 对对对三毛的父母 对刚好 可能也是算是上天的一个安排吧 刚好 他是因为工作上的失事淹死的吗 还是逆弊的 是何希是从事海底潜水 就是修复海底下的一些工程的一个工作 那那天他就是下去工作 那刚好姑姑三毛 跟我的爷爷奶奶要去英国旅行 所以就没有在拉帕马那个岛上陪着何希 何希潜水下去工作的时候 发生这个意外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也还好 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爷爷奶奶陪在姑姑身边 度过那段时间 所以他在何希走了之后 在那边还待了一段时间 再回到台湾 跟你跟你的祖父母一起 然后又再搬出去了 对对对 因为姑姑也很舍不得嘛 爷爷奶奶也很担心姑姑会做什么事情 所以也是一直陪着他 就在拉帕马那个西班牙的小岛上面 然后添一下父母心了 我看里面这个有一段提到 你父母为了不要打搅他 因为他在悲痛之中 就自己摸到邮局去 对对对 后来人家回忆起来这一段 对不会讲西班牙 两个老人家 对对对 后来我再去了那个岛 那当地的人也跟我说 那个就是当时爷爷奶奶 自己摸过来的邮局 那何希的家人里面 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些 来访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修一下 带我回来 请您继续告诉我们大家这一段 欢迎回到中文年纪书 我们今天是跟三毛 大家都熟悉的这个作家 三毛的子女陈天池 他写了一本书 是时报出版社出版的 书名是我的姑姑三毛 大家我们刚谈到 就是说你你到了这个 三毛曾经住过的一些地方 而且跟他的先生何希的家人 还有一段聚会 那何希家人对于三毛的看法 以及对你的来访 是什么样一个想法 其实我们之前 一直是在脸书上面有联系 何希家人对我们来访 也是觉得很兴奋 然后非常巧的时候 就是我到了马德里那天 也是姑姑的西班牙文书 第三版出版的日子 所以就是可能也是 明明中注定吧 那何希家人对我们家人 也是一直我们都 其实就就像家人一样 虽然说是语言不太通了 但是他们也是跟我聊了很多 以前姑姑跟何希相处的情况 然后也是间接让他们想到 当时发生的情况 其实是那个感情 就是挺奇怪的 还是还是存在的 三毛他的作品翻成很多国的语言 其实翻成西班牙那本 好像还得了奖 是不是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他的作品 在世界各国翻成的语言 对 翻成很多种语言了 西班牙文是有 已经有第三本了 然后还有英文 日文 韩文都有 缅甸文也有 然后还有波兰文 这个什么挪威都有 意大利文也有 所以几乎是 很多语种都有的 所以他在西班牙居住 这两个岛是小有名气的 因为后来还有一些人 为了他 就是因为很多华人去那边 想探访他过去的这个居所 或者就等于像追剧一样 就是追作者偶像 那他们还弄了一些 设置了一些观光的景点 好像引导 还有什么三毛之路之类的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这两个岛 他们是怎么样 对于三毛的 这个人他这么 能够把他当做一个 他们非常想吸引观光客也好 能够想来纪念也好的一个荣物 对 这两个岛是在西班牙的西方 就是在北非的北边 其实已经很接近撒哈拉沙漠了 就是咕咕跟河西 当时因为沙漠里面有战乱 他们就回到了 大家那里岛居住 这是第一个岛 第二个岛是拉帕马岛 也就是河西逝世了 他们逝世前居住的岛 也就是他们最后一段时光 就是在拉帕马岛度过的 那这两个岛呢 就是因为当地的政府发现很多的华人朋友 就是突然就来到这两个岛 然后呢很想就站在三毛的故居门口 就是唱歌啊唱橄榄树啊 然后想要见见书里面提到的甘地女士啊 就是各种的行为 当地的政府就被引起了兴趣 就开始规划三毛之路 就在这两个岛做了很多三毛的故居 还有以前姑姑常去的餐厅 他喜欢吃的三毛鱿鱼啊 这些他发展出一些周边的一些跟三毛相关的一些文化 但是结合了一些当地西班牙的文化 其实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所以您刚刚讲说这些光哥会在他的故居前面唱橄榄树 这恐怕要跟年轻朋友解释一下 很多年轻代听过橄榄树 齐玉的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唱 因为歌词是你小顾做的 对是三毛做词 以太祥老师做曲 齐玉老师演唱的 是 所以你们家跟这个齐玉他们家都还有一些互动 不太有互动 但是我们就是一直透过一些可能中间的朋友也是 对齐玉老师表示敬意 这本书也有透过别的朋友渐渐拿给齐玉老师 这两个岛你去亲身访问过 风景如何值得去观光吗 其实不是说太热闹的地方 但是就是海边度假的小镇吧 所以不是一个热门的观光景点 不是 所以你要去那恐怕是long stay比较合适 对你想要慢活 想像三毛一样在海边逛逛 然后静静的看看书是挺适合的 那多谈一下 就是说三毛跟你们相处的时候 让你记忆最深刻的有哪些事情 你在书中有一些提及 其实他姑姑让我比较深刻就是他的一些跟其他大人不一样的地方 他就是让我们小孩子自己做决定 就想到你出去餐厅吃饭让你自己点餐 但是你点了不好餐你也得把它吃完 或者是他在我们学校的课业上面 他会跟我们说你可以考最后一名 考最后一名我们给你奖 学渣有奖 学渣就是人家是学霸 他是学渣奖 最后一名 所以他常常看到我们成绩单说 有没有考最后一名 能不能拿奖 就是这种挺有趣的事情 其实他那时候就打破这种所谓填压升学主义的这种想法 没错 其实在国外的话 尤其生活过得更能了解 东方的这种填压式教育 在跟很多国家他们看来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他因为有西方的这个经验 所以看起来就觉得小孩子干嘛要那么惨 每天回来要写那么多功课 可惜我爸妈妈好像小时候没给我这种环境 不过也难讲 现在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 这个时代其实小孩子都 尤其是在AI这个人工智慧出现之后 加来很多事情都不是书本能帮助你的 因为其实你要有的是你的创意 培养思维 自我的这种思考 对 软实力 所有的行业里面 他们说很多都会被淘汰的在未来的时代 有几个是让你很压抑 他说医生可能会被淘汰 是吗 因为人工智慧以后 他把全世界的病例都可以集中起来 做一个data资金 他的判 平常医生是凭自己行医经验 凭经验对 到时候他是凭他的这个大数据 比你还做得准 司机当然是这个 无人驾驶 对 无人驾驶是一定迟早的事 现在特斯拉都已经是很风险 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没想到 律师 尤其是在国外的律师 国外律师是用案例 对 案例法 因美法 因美法的时候 他能够脑袋能够 这个电脑能够容量 他连这个围棋都下不过他 全世界人脑都下不过他 这有可能 对 所以你咕咕那个教育方法 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不强调这个 要在填鸭式的教育之下 去这个争取好成绩 而是要培养自己的 自我的这个思考方式 是的 那您自己本人 也是在西方生活 那我看你苏聪明描写一下 你对于这个西方跟东方人 华人尤其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请您继续跟大家 谈一下这一部分 好的 欢迎回到中文念经书 我们今天谈的是 时报出版社出版的 我的姑姑三毛这本书 我们是请三毛的这个子女 陈天词跟我们一起分享 她写的这本书 陈大姐我们刚谈到了 就是说您在西方的社会中生活 你是在台湾到多大年纪去 去这个加拿大了 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加拿大 所以你这正好是横跨东西文化 最能够感觉差异的 这个年纪 要不要谈一谈 我看你苏聪有谈一些 还蛮有这个意思的 也差不多是姑姑出国的这个年纪吧 也就是我差不多出国的年纪 1997年的时候去了加拿大温哥华 也是在大学毕业之后 那就像三毛有一篇文章 西风不相识里面讲到 他说他当时就是在宿舍里面 跟一些西班牙的女孩子 有一些意见不同吧 我的想法也是当时到了国外 也是觉得说维持我们华人的 优良传统儒家思想 就是能够谦让的地方谦让 后来发现西方人并不是这样子 西方人是比较直接一点 所以后来也是有很多的 受到很多的困难挫折 慢慢改变 其实跟姑姑当时也是差不多的 那上面有没有跟你提过 他在这样克服文化差异上 碰到哪一些事情 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他跟我因为当时我小 他其实也不会提的太多 但是他就是跟我们讲一些 国外生活有趣的事情 我最记得的是有一幕 就是我们刚放学回到家 姑姑坐在客厅上 他就在啃一根就是 生的胡萝卜 他就随手就叫我 跟我姐姐也啃了一口 然后我父亲在旁边大叫 觉得这生的东西 不能往嘴里面放 他的国外都是这样吃的 沙拉都是神的 对沙拉都是神的 国外都吃沙拉的 所以我看你书里面 说自己原来也是这个 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 那怎么会想要突然 这个跳到这个文学创作 这个领域 我想现在因为很多人 都是斜杠嘛 不管斜杠青年还是中年 就是平常我也喜欢 读一点书 然后因为自媒体时代 我也写一些文章 会放到一些网络上面 然后渐渐是有一些朋友 也跟我询问 就是他们很怀念三毛 有没有一些生活的小故事 透过这些小故事 来更了解三毛 然后重新去读他的作品 这些读者都很多 所以我都觉得 也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能够做这样子一个作品 那三毛所有作品里面 你看过你最喜欢的是哪 哪一些作品 然后有哪一些作品 你觉得最值得推荐 当然沙拉的故事是 大家很多人都喜欢的 我个人也很喜欢 主要是因为当时姑姑写的故事 到现在其实都是真实在当地发生的 他的年代感比较弱 所以现在人看还是会有一些共情 比如说他在和跟河西在沙漠里面 碰到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其实跟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上碰到的困难 也是很雷同的 就有一些共情的地方吧 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年轻人看 同时也是很有趣的 比如什么雅奴啊 就是不会说话的一些当地的奴隶制度啊 还有一些很神奇的一些小故事 三毛就是在书中都诠释着非常有趣 我个人是挺推荐山哈拉的故事 三毛在他写作期间后来回到台湾以后 这个也跟大陆的一些作家有有一些互动 你要不要谈谈这一段 对姑姑曾经跟一位就是在西安的作家 蒋平娃老师就是陕西人 他其实普通话不是说的那么的好 他也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作家 对他写了很多很著名的一些作品 像废都啊这些东西 那我个人也是后来也是 一些关系认识的蒋平娃老师 就跟他聊到一些当时跟姑姑相处的状况 他也是他们两个这些是非常的习才 很可惜没有见过本人 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大家都很好奇就是三毛走的时候 是在医院里面 那各种坊间说法都有 你要不要以亲人的这个角度 谈一谈你们知道的三毛的这个趋势的这个过程 真相 对 其实很多人因为三毛的传奇 很多人就会自动把它加上很多的不同的自己的想象一些 他们希望的一些色彩 其实姑姑就是在后几年一直有一个忧郁症的一个困扰 其实就是姑姑生病了 生病了 所以他做出一些他自己也不希望发生的一些行为 对就像当时我的爷爷说的 生命就像一条列车 那姑姑只是提早下车了 但是他在车上的时候 我们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这其实他的症状听起来就跟现在很多亲生的人很像 对当时不知道有这种事情 这些忧郁症的名词在那时候也不像现在大家那么深切的认识了 对 其实简单来就这样讲 就是唯一忧郁症所苦 对 这个在东方跟西方里面 尤其西方这个更是普遍 所以常常会一不小心就这个走上这个极端的路这样 对 我看你的书里面有一些自己的创作 其中一个讲到起奇的故事 最后两篇 对对最后两篇 你要不要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故事的由来 跟你整个创作的过程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就请您谈一谈这一段 欢迎回到周末年金书 陈小姐 我们请您谈一谈 就是说您在您这本书中 您后半段其实有一些谈到自己的创作的 好 那其实这也是很值得跟大家介绍一下 要不要谈一下 因为三毛的读者以前 在咕咕还在世的时候 就很喜欢写信跟咕咕做一些沟通 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个事情能够延续下去 所以就有很多的读者也会发一些私信给我 就也会分享说他们生活上遇到的一些事情 那这本书最后的起奇的故事 就是一个读者来信说他自己碰到一些感情上的困扰 他也是很喜欢三毛的人 所以后来我们就有一些通信 他告诉我 他跟他的男朋友之间碰到的一些 其实不是说很大的什么挫折 但是都是生活上一些个性上的不同 他也是比较敏感的人 三毛读者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有些交流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是能够代表很多三毛读者 在生活上面碰到的一些一些应该说的不能说是困难吧 就是一些经历 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写到书里面去的 所以他那个基本上一个是都会男女的故事了 对 现代都会男女 这里面男女主角都是二次婚姻嘛 对 两个二次婚姻的人如何这个走在一起 而且而且是重续救援了 彼此都是初恋的 对 这故事听起来蛮有卖点的 跟何熙是 三毛是何熙的初恋是同样的意义 所以您就把它这个整理成一段故事是不是 对 对写成两篇的文章 那三毛好像对读者的这个来函都很注重 我看你书中描写 他都每一个都亲自毁 对 在今天恐怕不容易了 因为今天你网路上一来来个几千个 有可能对 光看那个评论都看不到 那个时候都是用寄来的是不是 书信 对 你要不要谈谈你印象中 你小姑是怎么在跟这些读者互动 我记得在小时候在姑姑的小木屋里面 就一个公寓里面 他就会把那些书信都堆在他长长的木桌上面 信封都堆得整整齐齐的 然后他会一封封跟我们讨论 就是说如果你要回这封信的话 你会怎么样回 那我们是两个小孩 碰到很多读者的问题 我们其实也没经历过 就照自己的想法 就是随便随便乱说吧 那姑姑也觉得很有意思 就照回 对 他差不多有的时候会这样子照回 房间有很多对于这个三毛的有一些 并不是对他那么正面的说法 你要不要趁着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些描写其实对于你从家人的角度来讲 对三毛是不公平的 你要不要说一下 可能是以前那个年代吧 资讯不是那么发达 所以有些人觉得说一个亚洲的女子 能够到那么远的地方 有一段异国恋 是真的假的 很多人就是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就会觉得是不是何希是杜撰的 真的假的 就有很多各种的揣测出来 但是现在我们也都事实证明 就是三毛写的都是真实的 何希是真实存在的 也希望透过我这本书 让大家更了解一个比较真实一点的故国 因为其中有一个作者 他也是花了五年的时间 到三毛去过每一个地方 去做这种所谓的调查报道 当然因为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动机 我看到说有人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 去追索一件事情 去解答他心中的疑惑 那您对他那本书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所谓的真相 其实不用花五年时间吧 其实我们去了一趟西班牙 也都知道就是所有事情都是真实存在 那他也是真的有见过 说姑姑在西班牙的朋友 但是可能访问的内容 跟书出来写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可能也是他也有一些 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吧 好那最后不知道您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你对你姑姑最怀念的是什么 然后你希望大家怎么样来纪念他 当然我对姑姑最怀念的是 他生活中的他会带我们出去玩 去书店买书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培养我们喜欢阅读的一个习惯 还有思维上是比较有创意的一个启发 这是我对姑姑比较怀念的部分 那也希望年轻人能够透过我这本书 就把三毛当作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吧 重新来认识三毛 好我们非常谢谢陈小姐 今天来我们节目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i like radio